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第十九集的比特幣加火 我是白冰 我是阿光 aka 幣加火 我是阿天明 aka 幣加勒 新東西喔 大家都聽到悶了 我又想到那個恐龍圖怎樣好了 那個恐龍圖你現在變成了主角 你怎麼看 甚麼恐龍圖 即是那天放上group那個 我漫畫 他原本是一隻恐龍 他就放在自己的故事上 他原本的意義是 類似那些人 外國的酒吧很喜歡上去講笑話 就有一個上去講一個超爛的笑話 然後台下的人全部目瞪口呆 然後上台講笑話的人就哭了 就是這樣 我就變成了上台講笑話的人 成為了主角 我們來講台務 台務 台務 台務就沒甚麼特別 總之就是報了這個星期六的朋友 即是十九號的朋友 就自己 準時啦 地址你們又收到的 地址時間大家都收到的 我們不講那麼多 在公開上不講那麼多 是啦 到時見 加多一句 你們甚麼都不用準備 你當現場聽一次閉加火的節目 但就學到很多實用性的東西 是 好今集我們講些甚麼呢 我們的封面是 原來我的封面還是上個禮拜的封面 不過不要緊我轉頭轉頭 好 那我們的封面呢 今天是講這個 駕駛鍵的重要性 為甚麼駕駛鍵這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 玩得加密貨幣 玩得比特幣 其實你要保持著自己的帳號 就控制到自己的錢 究竟是否在自己的手上 然後一宗更大的新聞 上星期 上兩三個星期 就有一宗油管的東西 被俄羅斯 據報是被俄羅斯黑客 叫做 進入了美國的油公司的油管系統 總之就勒索它 然後就鎖了一些系統的東西 如果你不給錢 我就不幫你解解那個系統的東西 那就勒索比特幣 可以講兩個話題 第一個話題可以講甚麼呢 就是 加密貨幣也是黑客 犯案的方式 第二個就是 追得回 美國那邊的情報機構 追得回 部分的錢 不是追足的 我們可以講這兩個話題 第一個話題 就是 用在恐怖分子身上 恐怖分子用加密貨幣去犯案 然後還要成功拿到錢 助長這些歪風 那就不要了 加密貨幣 我會這樣形容這件事 犯罪分子用 是事實 為什麼會用呢 因為他的方便性 如果因為他的方便性 就令到他蒙想一個 指給犯罪分子用 或者這件事就是不好 我覺得就太武斷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如果今天的結婚是收美金 是不是美金不好 對 說到美金好像不太好 如果犯罪分子是用電匯 電匯系統是不是不好 然後就要吵爆電匯系統 如果犯罪分子用電匯 那麼容易被人放倒 假設方式 其實在說的是 你罵的方式是壞的發明 我覺得就不太恰當 你如果說是用美金 即是用美金交收 美金就是 那個叫什麼 洗黑錢 美金就應該要監管 那我又覺得 不是這樣的事 等於什麼呢 他是用互聯網做黑客的工作 去黑人 那你會不會說互聯網是一件不好的事 那又不會 只不過他是透過這個發明 透過這個工具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其實應該要譴責一些犯罪分子 沒錯 不是譴責他用什麼方式 那如果那些犯罪分子用Windows 作業系統 微軟的系統 來犯案 那是不是微軟不好 助長這個歪風 助長這個犯罪分子 又不會這麼說 因為微軟就是最大的犯罪分子 我之前跟他說不要更新的時候 他也幫我更新 我猜全球超過五成的電腦用家 都是用Windows系統作業的 那沒有理由 我說Windows系統是不好的 那這個大家 就是要給一個角度 大家去思考一下 加密貨幣 他被人拿去做一些犯案的方式 那他真實的性質是怎樣 大家有腦袋就思考一下 這是第一個講的點 第二個點就是追得回 那很多加密貨幣行內的人就想 為什麼會追得回 加密貨幣是應該有自己的PIVOT KEY 我是份案份子 我套了你 就叫你傳到某個地址 那我應該很安全到手 那那筆錢 為什麼可以追得回呢 那有很多坊間的講法 坊間的講法就是 猜PIVOT KEY 被美國情報機構 就能取回 那就可以拿回BITCO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講法 但是後來呢 有一些叫做網絡安全專家去推斷 就應該不是這樣 因為BITCO 如果那個區塊鏈 或者那個密碼 各樣被人破解了 那整個系統是壞了的 但是這件事就沒有一個新聞出來 那當然 情報機構說的是什麼呢 我們拿到一個PIVOT KEY 而拿到這個PIVOT KEY 就可以追索一筆錢 那令到很多人覺得 沒有理由你會有一個PIVOT KEY 那我就很不安全 那我們的加密貨幣用戶怎麼辦 會不會是很容易被人欺負到 然後可以拿到一些錢 那有個記者呢 就查明真相 究竟整件事 究竟最大的可能性是什麼 就是他不是找到真相 他是推斷真相是怎樣 那首先情報機關那邊呢 是有申請一個法庭的倭論 倭論叫什麼 搜查令 沒錯 入屋的那些 那他搜查什麼呢 就是搜查扣留一個伺服器 去叫那個伺服器 不可以把裡面的東西 轉走 轉走或者更改 那如果假設 CIA或者美國的情報機構 他可以獲得回 筆錢回來 其實他不用申請這個倭論 你這樣想又發覺也是 那為什麼要申請倭論呢 就是因為他要從一些 恰當的司法程序 去行動一些事情 而整件事推斷 先講的結論 就是那個黑客分子 就偷了七十幾粒Bitcoin 而美國那邊 是追回六十幾粒而已 那這七十幾粒 就分散去不同的地址 而不同的地址 有大部分 去了同一個地址 最後 而那個地址 就寄存在美國 境內的一個伺服器裡面 而伺服器裡面 有一個Bitcoin地址 同時 都有了Private Key 就是密碼 然後 美國那邊 警察 就追到 因為 區塊鏈是有一個可追查性 還有一個透明度 所以知道錢是 去了哪裡 而去了哪裡 只要情報機構 檢查到IP 那就發覺 咦?在美國境內 美國境內 就是我們的司法系統 或者是司法管轄 管轄那方面 我們可以做到事情 那就走去那個 伺服器的營運商那裡 跟他說 喂 你這裡的伺服器裡面 有一筆 叫做什麼 犯罪的錢 就是裝款 拆裝 那你 撐住 就是可能立刻斷網 令伺服器不可以 online 然後再在裡面 找回Private Key 那就是整件事很簡單 你 假設我們 我打一個例子 你現在有個Gmail 你有個Password 你登入自己的Email 很簡單 有Password 或者是按自己的Login Name 你就可以進入 那你又將你自己的Password 放在你自己的Email裡面 自己傳給自己的 你們明白我說什麼 那只要你看完那些閒網 然後中毒 有些吊語程式也好 然後有些Hacker 他不是破解到你的Email 是可以透過你的Email裡面 有個密碼出來 睡到 原來你這裡裡面有個密碼 還要是你Email的密碼 那我在這裡按回 Login你的Email就可以了 這樣 那這個就是事情了 那又或者再來 另外一個例子 你將你平時所有銀行 各類型的Password 都進入到你自己的電話 的Note裡面 保管了 然後你發覺有一天 你的帳戶被人 擅自Login了 那你心想 糟糕 是不是那些Hacker這麼厲害呢 我不是 原來是你旁邊的朋友 看到你的電話裡面 的Note裡面的密碼 就這樣可以Login了 其實 那個俄羅斯的犯案分子 就是可能把他們的Pivot Key 和他們的銀包地址 都放在伺服器上 那只要情報機構那邊 走去申請Wallin 鎖了伺服器 然後叫一個營運商 喂 開你裡面 伺服器裡面的資料出來給我看 那又發現一個 Bitcoin人包地址 又發現一個 Bitcoin的Pivot Key 那只要我上網 就可以Login 你這個人包裡面的東西 那就可以了 透過那個Pivot Key 那件事 其實就是這樣 拆出來 或者追得回一些錢 那這個就是 最接近真相的可能性 就不是說一定是按 而我看那麼多不同的可能性 我覺得這個就是 最接近事實的版本 因為情報機構 申請Wallin 還有它說是拿到那個Pivot Key 還有那個營運商 伺服器 在美國境內 這三個牽涉 那就不是說 因為有一個 上集有觀眾留言說 其實那個油管 就叫銀行 幫我買一堆Bitcoin 然後銀行 就把那堆Bitcoin 保持追蹤的東西 然後就去了 犯案分子 然後情報機構 又透過追蹤 可以拿回一些錢 回來 就說到其實銀行 什麼都可以做到的 或者是 很多東西都可以 掌握了的 掌握了 怎樣 那些錢走過去 我都可以回來 就不是說到那麼神奇的 那大家應該都理解我剛剛說的那個Version 那這個就是我自己相信的Version 那就是 Bitcoin的銀包或者地址 是沒有被人破解的 Hacker要Hack 其實是 有一個難度 有一個學術性的比喻是什麼 Bitcoin的銀包 Pivot Key 就 一堆英文字幕 還有一堆數字 然後四十幾個傳媒 就是一堆地址 然後Pivot Key 就是自己才知道 那如果要破解這件事 是一個密碼學來的 就等於你在沙灘上面 找了所有沙的可能性出來 有幾個粒 那你就可以破解到 那這個就是電腦運算 你要破解整個沙灘的沙有幾個粒 那可能性有 不過是很微 而且要運算幾千年 那這個就是 就是現實上加密貨幣 那個密碼學的威力 在這裏 所以安全性還在這裏 說起這個運算速度 在這個地球上面 即將或者已經 是白兵 最強的運算 人類最強運算 就是白兵 那Bitcoin最強運算是甚麼呢 你這下眼泥呢 眼泥 眼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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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來踢球的 那些叫做甚麼 整場沒有做的事 你嘗試犯規 拿回黃牌 刷一刷就刷存在感 那 量子力學 量子電腦 就是這個最高運算速度 有觀眾朋友 DM我 喂 可不可以講一下 量子電腦 這宗新聞 這個問題 由我們 時事講時事的直播 問論到Bitcoin台 喂 可不可以講一下量子電腦 好像很厲害 我先講一下我的看法 我對量子力學 和量子電腦 都沒有研究 但是我聽過名字 我猜應該運算出到很厲害的東西 好像很厲害的 然後這種厲害 是應該世界上 沒有東西可以 比他厲害的 解不開 只要他在運算下 因為現在的電腦 就是101010 那量子電腦 有甚麼厲害 是同時是一同同時是零 同時是一同同時是零 那這個概念是來自哪裏 這個蝕丁甲的貓 就是量子力學的概念 對 就是你一日未打開盒 你都不知道盒子裡面有沒有一隻貓 是生還是死 所以同時是生 也同時是死 同時是一 同時是零 那人的運算速度就快 很厲害 其實是不是這樣 我真的不知道 大概是這樣 總之我猜到那個結論 應該是說 很厲害 電腦的運算速度 應該是搞定的 那朋友就 可不可以分析一下 那我的分析就很簡單 當說到那個量子電腦 那麼厲害的時候 就 就當它甚麼都破解到 所以加密貨幣應該都被它破解到 我覺得如果有這個量子電腦的發明或者是進步 那加密貨幣上面的曲 或者programming 其實都有相應的科技進步 所以它們都應該會有提升和改善的空間 那所以到時量子電腦又會不會吃到呢 假設大家都進步的話 在運算上面或者設定密碼上面 那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安全的 我相信就是安全的 以我一個 我用政治角度 去說這件事 因為我知道市面上是有人用政治角度去說這件事 而我是要以正視聽的 因為那個人實在忽游太多人了 我告訴你那個老高 那忽游那個人是甚麼呢 就是這個人很喜歡 以下是陰謀論 信不信 你自己選 那他講到大大頭盔 但是很明顯他相信 他相信之外這些東西是一個精神毒藥來的 精神鴉片來的 就是我們呢 宣揚希望的 這些不是希望 這些是假希望 這些是鴉片來的 那究竟量子電腦 曾經有說過 就是說 特朗普那邊已經掌握了這個量子電腦 接下來呢 就叫做 因為他有說到 英國也是公司 美國也是公司 加拿大也是公司來的 就不是一個國家主權來的 是啊 就是一間公司 現在就賣了 OK 那接下來呢 特朗普就拿回了 那一拿回 那大家 慣上的那些深層國家 那些甚麼聯儲局 那些資料秘密就在手了 然後呢 就可以一舉 就破壞了這些深層國家的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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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根本的那個結構 是 就破壞到它 那然後呢 整個美元系統呢 就... 玩完了 就崩潰了 那然後呢 就是... 那怎麼辦呢 那就很危險了 不要緊了 我們有量子電腦 可以一次就計好了 那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欠人錢呢 不用怕啊 特朗普回來的時候 大家的債務 可能已經不存在了 去到這麼瘋嗎 是啊 對呀 聖字派那些量子電腦的東西 對呀 去到這樣 你說是不是應該以正字定先 我也想這件事發生 那是不是我要借... 那我是不是聽完你說 我現在要借爆它先 這些問題... 我會這樣界定的 這些問題呢 設定方式呢 可能他想聽的就是 喂 那我回到加密貨幣 我是這個加密貨幣的 那他很想聽 你所說的加密貨幣 就是多安全 其實最終都是會搞不定 可能他想聽這些 其實你拿美金更危險 如果他量子電腦破解到 他這個世界所有銀行都破解到 是啊 這個是其中一個我想說的一點 就是量子電腦去到這麼厲害的時候 他會不會去搞一些小散戶的 加密貨幣錢包呢 就應該不會的 搞一些大東西 偷一些大錢 而且這個量子電腦 因為他的運算速度應該是 我們想像不到這麼高的 超級電腦不知道多少倍 是啊 因為我們想像不到這麼高 大家就可以幻想一下 就是 今天 其實如果當這個量子電腦 是完全能夠以他的 製作的時候的那個 運算速度 而可以運行到的話 他是可以計算到這個地球出來的 就是我計算了 今天我有機會 我走路 我搭電梯下去是幾點鐘走 我幾多步走到地鐵站 他這些全部都計算到 地球上面每一個人的 每一個動作他全部都計算到 是 那就是什麼呢 他是創造了一個世界出來的 OK 他就是神 簡單說就是 他就是我們稱之為的神 他就是那部兩支電腦 他就計算到了 那當如果我們的地球出現了這個東西的話 你就不要再介意那些比特幣了 你這個結論做得很好 我也想類近的邏輯展示出來的就是 假設你那部電腦不要量不量子 總之很厲害 就是按個按鈕都知道全世界所有 密碼都知道怎樣 那如果這部電腦存在的話 其實你都沒有什麼可以做的 就是你 豁然一些去繼續生活 還有最重要是什麼 量子電腦我一定可以計算到 如果我說了這件事給你聽之後 那個世界會有什麼反應 我一定可以推斷到 所以當他推斷到一個負面的影響的話 或者對於量子電腦有負面的影響的話 他會選擇不告訴你 那那個聽眾就叫做 想聽聽我的分析 量子電腦和加密貨幣 剛剛就是 我的 很簡單的分析就是 如果有這個量子電腦出來 我相信有這個量子加密貨幣 再厲害一點 再去防回量子電腦 你假設這個世界當初 有微軟這個階段 然後又有病毒 那電腦病毒是不是 欺負了微軟的作業系統 那微軟的作業系統 也會更新的 又有防毒 雙方在科技上都有進步 等於我們以前的密碼 那些英文就夠來 一二三四五加些英文 現在不就要載你 大世界 對 要你提供安全 你這個大世界 又弄一些符號 各樣東西 總之你也要相對提升多些 或者以前是六個字母就可以了 現在要八個字母 或者十個字母 那我想這些就是在這個 加密 不要說加密負環 而是在這個 網絡保安上面自己也有相應的提升 那希望可以解答到你 好 講完這兩件事 我們講一下這個星期 比特幣的價格走勢 那你倆應該是沒有接觸開 那你們猜大市是 升啊 還是跌啊 我猜是升 你猜是升 你呢 我猜是跌 不是啊 你們的配合也真是好啊 對啊 那這個情況是什麼呢 是升啊 耶 自從大跌了之後 這三個星期 頭兩個星期就是忽上忽下 忽上忽下 剛剛到這個星期 純粹上升 大家都很開心 整個加密貨幣界 由當初六萬多元 跌到三萬多元的時候 假設跌到三萬八 世界末日了 三萬八 但是這個星期是由三萬多元 上回三萬多元 三萬八 大家都是三萬八 但是大家看到人們的感覺 是很不認同的 那其實現在是什麼呢 突破了四萬元美金 那為什麼會突破到四萬元美金呢 有一個原因 就是我們上星期都有講到的 那個薩爾瓦多這個國家 中美洲的國家 是的 比特幣成為法定的貨幣 他不是一個濕溝小國 不是 他是濕溝小國 他只有六百多萬人 比香港還少 但是他就搞了這件事 這個是其中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是什麼呢 就是 Elon Musk有關他的事 因為 有一篇新聞就說 他訪問一個人 Elon Musk這個人 他打個Twitter就可以影響 比特幣上上落落 證明比特幣還未成熟 那他就說了一堆 那Elon Musk回應這個新聞 我在自己的Twitter上 然後他回應什麼呢 其實Tesla 認為比特幣可以去挖礦 去50%環保水平 就是可以再生能源 用50% 其實Tesla是會再接受 去做支付方式的 然後那些人就覺得 嗯 就是他又回頭草 那又有一個刺激 是向上升了 向上升 為什麼這次沒有人 吵架Elon Musk 他唱好 為什麼沒有人吵架他 有少量的 有些人說 你不要再說 你連讚好你都沒有人 你不想 有少量的 但是沒有那些批評那麼厲害的 然後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個叫Michael Strategy的公司 這間叫什麼 微策略的美國上市公司 他老闆就叫Michael Saylor 他是這個比特幣大好友 他用了公司接近97%的現金儲備 去買了比特幣 All in 美國上市公司 那為什麼他一個人說了事情 董事會那些什麼東西 沒有出聲的 原來他的股票 各樣東西 公司架構裡面 他是可以佔到公司 73%的控制權 就是總之一人公司 他說什麼也不說什麼 然後怎麼樣呢 他就保持著發行債券 就是我們公司發行債券 然後籌到一些錢 會全數買比特幣 最近他用了五千萬美金 我醒不醒了 實際金大家自己上我IG看 總之他發行債券 就去再買比特幣 然後今天還有一宗 又是他說的東西 接下來我們公司 將會賣出大概一億美元的股票 然後這一筆一億美元 將會都是用來買比特幣的 就是他覺得比特幣更厲害 比自己的公司 大問題 這是他的操作 加密貨幣 我也很感謝有他的大力推動 所以比特幣的價錢 才可以叫做 因為這些利好消息 而上升 他還沒買的 他還沒買的 可能今晚美國 現在美國時間 可能早上做了 可能他就 可以買東西了 起床 因為是昨晚 才完成債券的銷售 他就拿了錢 這樣 因為這幾個利好消息 比特幣就要上升 四萬元水平 可以簡單做一點分析 幫大家聽眾 大家都想知道 接下來的走勢點 先講一講聲明 我不是財務插壓 沒有註冊 沒有會計師 沒有CPA 不是那些糟糕的 純粹講我自己 看到的 Twitter 那些人講什麼 KOL講什麼 我看YouTube的分析 我分享我看到的東西 接下來有一個 叫做阻力位 就是四萬二千元美金 如果Bitcoin能夠突破到 四萬二千元美金的話 他就可以再有一個 良好一點點的走勢 主要我們看Bitcoin的價格 或者大市的價格 Bitcoin還是大腦B 陳浩南的大腦B 大腦B走得好 那些KOL也走得好 大腦B暫時還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Bitcoin要上四萬二千元水平 這個位置 就是大家都很希望做到的 在這個圖表分析上面 如果他上不到四萬二千元美金 這個位置 他就會一下子下回到三萬八 然後有機會再下三萬三 然後三萬元 這個是圖表分析 圖表分析是什麼 很多不接受過投資的訓練 或者理解 不知道圖表分析是什麼 我可以簡單分享給大家聽 我理解的圖表分析是什麼 就是統計學 以前在股票上面 就是過往股票的圖表走勢 發生過這些圖像 就很大機會會發生這個趨勢 其實就是一個統計學 所以應用在任何走勢上面 或者在資產價格上面的走勢 我們看到Bitcoin現在上升 如果他上不到某個位置 他就會回落了 四萬二就是一個所謂的阻力位 如果他回落的話 有一個位置可以支撐住一陣子 那個位置是什麼 三萬八千元美金 這個位置 在這些環移 我上一兩集都有提到 在一個環移的大市上面 大家可以怎麼做 可以 如果在坐貨的話 那你沒有辦法 坐近 如果你還有彈藥在手的話 你可以平均地去買入 那什麼時候買啊 我就是想聽一下什麼時候買 我看很多youtube 看很多的技術分析 就是知道什麼時候買 那首先 你一定要認識一個叫保力加通道的東西 那這個保力加通道 如果你有那些加密貨幣的交易所 個個都有這個保力加通道的按鍵 你按一下 那就顯示了一個通道出來 而這個通道裡面 就有那個價格的走勢 上上落落 記住 當那個走勢價格 上到頂 碰到通道頂 是不是買入呢 就不要去買了 我們知道一件事叫做低買高買 那你在那個價格走勢上面 你看到那個通道的話 你等它碰到那個通道底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是可以買入的一個機會了 因為碰完通道底 它就會回到那個通道頂 那麼那個價格走勢 通常都是這樣波浪的上落 那麼在整個環移的大市上面 你可以這樣操作 也都可以什麼都不做 你沒有彈藥的話 你就什麼都不做 你有彈藥 你都可以什麼都不做 你等它跌下去 三萬半 三萬六 三萬元 跌到差不多 它就會有一個急的翻彈 那麼那個機會 你又可以把握 總之 你可以看一個指標 就是叫做Bitcoin的貪藍指數 它去到最低分 最怕恐懼的時候 那些人就 很害怕 那你那時候是怎樣 就是一個不買入的時候 那這件事是誰說的呢 巴菲特說的 別人恐懼 我就貪藍了 別人貪藍我就恐懼了 所以 個個都不斷買貨 價格不斷跌到很金的時候 你勇於踏入這個市場 你有暫獲的機會就很大 因為什麼呢 低賣 那就等於 有一個小小的 我假設一個例子 Bitcoin在六萬五元的時候 很多人說 哇 六萬五元 如果現在回到三萬元我就買了 那現在來了 三萬多元你會不會真的買呢 但是如果那個趨勢 你看著它急跌的時候 三萬元買 會不會落分兩萬一萬一買 就錯誤 這些就是投資心態上 你要掌握到的人 你要做一個投資操作 可能你就要違反一些人性上的東西 嘩 貨幣正在下跌 我還買是不是瘋的 那你可以在升的時候買 那就叫高買 那這些就是 高買就犯法了 對的 對的 是對的 是 是 在高位買入 就沒有犯法 高買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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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註冊 財務插話 那些都不能說高買 是 這個是短期內的走勢 很多Gowcon 都是剛才說過 看大老B頭 所以大老B做得好 Gowcon都會做得好 有幾隻Gowcon 在這段期間 的帳幅都挺吸引人的 或者跌幅都厲害 即波幅大 在這些叫波幅市的情況下 大家可以嘗試找一些投資機會 而我也有這樣操作 我每10%就閃人 乖乖地做一個有紀律的投資者 賺10%就走 賺10%就走 鎖定自己的利潤 知道自己想賺多少 不要買了之後 哇10% 那個勢好像在上20% 等一會 你可以等 但那個等可能已經回落 你錯過了 這些就自己掌握 在投資上面 要學習的 盡量多看一些不同的Youtube 或者是Google不同的東西 這些都幫助到大家 那接下來 你剛剛說的是短期 那中長期是怎樣呢 中長期沒有變的 基本因素還是很強勁很利好的 所有 不要說所有 很多大的投資機構都在部署 那最近 今天有個新聞 有個叫做 Delta Paul Jones 我不記得是不是這樣 不肯定名字 還有一個傳奇的投資人 他就說 啊 我就想用5%的資產 就想賣進去比特幣 那我自己有5%是買王 那有5%買股票 哎呀 那還有80%的資產 都不知道買什麼好 那他接受訪問說過這些 然後他大概意思是什麼呢 你做好你的 叫做allocation 就是什麼 資產分配 配置 很漂亮的 那些投資 你做好你的資產配置 那你就 沒事的了 那個沒事是 你身亡可以做的 你不是全入你副身家去買Bitcoin 你不是全入你副身家去買股票 你不是全入去買債券 人 可能身家不會多得去哪裏 好像那些有錢人 我5%都可以幾百萬美金 幾千萬美金 不用的 因為加密貨幣是沒有最低入場費的 你一百元港幣也能入場 不過可能手續費上面已經 扣掉了 但是他沒有股票 一手就一股股的限制 你買多小都可以 那你要視乎手續費 就關交易所事 那這些就是你可以做到的操作 把你的資產配置好好地放在你心目中 覺得要買的東西 那股票也好 加密貨幣也好 都是一個資產類別來的 他價格可以升可以跌 那大家 如果再想聽多些 其實就可以把時間報名 我們這個新手班 或者是新手班2.0 因為裡面我會有什麼Coin 就可以告訴大家 我買了什麼Coin 為什麼我會買 我在什麼價格買入 為什麼我會看好它 然後還有 有什麼會動動到價格 有什麼原因 有什麼新聞 有什麼網站 有什麼 有什麼資訊網站 都可以告訴大家 我平時做的事情是什麼 那你會不會獲得很多實際的資訊 那這些乘機銷售兩下 這些新手班 雖然 不用怎麼銷售都已經整天爆發 那些人 爆滿了 敷了 都不停 而且我這些爆發的速度 越來越厲害 我印象中 對上三次 是三個小時 就報名敷了 21個 然後對上一次 就是兩小時 然後剛剛那次更厲害 半個小時 哇 真的很厲害 如果我們波台都 好 怎麼了 我不知道你想說什麼 我給你說 波台都很受歡迎 剛剛很難誇張 就是對上一次 就是半個小時 哇 很密集 我說了是五點鐘 但是接手報名 大家DM我 屌你到你 5點鐘 是十九幾個訊息 總之我就不停回覆 然後去到二十九幾個 我就想 混蛋名額只有二十個 那我應該要怎樣排序 那就是時間性 全部發出 你們給錢 我就確認你的名字 啊 有些人 就奇怪的 報了名字 但是沒有給錢 嗯 接著呢 我就跟他說 喂 有人給錢先過你 你可不可以五分鐘內給啊 不然你就沒有了 接著他隔了五分鐘 十分鐘回覆 哎唷 我放下手機就沒有了 我現在可以給嗎 沒有了 明白了 由這些情況出現 我就發現到 快點八月到 新辦公室 可以給多些朋友 可以有二十一個位 多了一個位 希望可以疏解到這個問題 疏通到那個 疾失 它會不會好一點 那又 我盡量 因為之前都跟大家說 一個月搞兩場 是不是 一個月搞四場 不是說不行 不行啊 不過呢 很累啊 我就不想這樣 因為 我也累的 我也有正職的 還有我也要處理一下自己的Bitcoin 有些私人感情 要陪女朋友 大佬 我花三個小時 在一個新秀班 我就少三個小時去操作我的資料 少三個小時的進帳 總之 總之 一個月兩場 就是OK的 打擾時間報名 有些朋友 報了四次都報不到 過去四次的新秀班 他也是遲四五個小時 或者第二天 然後最近一次說 我報了四次了 他還未報到 他說加油 你下次可以 好殘忍啊 你很殘忍啊 我只能夠跟他說 你緊貼一下 那些IG的故事 還有我的帖子 緊貼 因為我每次都有台務說 還有出帖子 有辦法 白兵電台 訂閱 還有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每次一有三片 你就知道 那你一看到有 這個幣加火彈出來 你就馬上聽 你就知道他會出 接下來我們的模式都是這樣的 就是開台 對 台務會說 接下來哪一天會有 然後什麼時候會報名 那我都盡量 希望可以做到 早三個星期 早兩個星期公佈 有些朋友 原來要請假 又要上班 又或者沒有空 約了人 希望這些都可以 措施幫到人 那海外觀眾的朋友 就疏糾了 暫時都沒有方法 可以處理到海外的朋友 但是多謝你們的支持 知道你們保持著有聽 還有你想我開網上課程 又好還是什麼 那些 我們會思考 接下來要怎麼處理 新辦公室出現之後 新辦公室就可以錄影了 對 暫時又回到台務 台務就是這樣 剛才又說了比特幣價格走勢 我們眼望的 有個新消息 就是比特幣確定了十一月 還是十二月二十幾號 我省不記得 上回我IG看 比特幣有個升級 叫做 Tapot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Tapot 總之是Whatever 有堆英文字 然後會升級 那有個抗議 那我賣的資訊 不是英文 我賣的資訊 中文呢 中文怎麼說 沒有中文的 總之就是TRI TAR還是TRA 我都省不記得 所以 那有一個呢 那那個升級是甚麼 那個升級就是 擴充它的容量 交易速度會提升 等等 總之都是厲害了 厲害了 這個消息確定了 那我們可以期待一下 究竟 它的交易速度會不會快了 然後 交易成本又便宜一點 那 對比特幣是否一件好事 那 其他比特幣的價格 差點升了出口 但是忍著 我們是這個新手班2.0 才會說的 那 那 今天大概是這樣 我們這裡夠時間沒有 夠時間的 下集見 非常好 拜拜 拜拜